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出来呗 做题 我 做题 我 做题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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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乖乖乖 左下 不管呢你是要参加普考 还是特招 这些题呢 你全部都要做完的 我可是想念陈老板 我 赶紧起来别浪费时间了 来来来来 我们现在就从最简单的概率开始吧 做哪题啊 做这道最简单的基本题型 你试试看 有黑白两种狗 六成公狗是黑色 七成母狗是白色 若两只白狗所生必为白狗 两只黑狗所生五成是黑狗 若两只狗颜色不同 做其生小狗有四成是黑色 今随机捉一只小白狗 试问其父母颜色不同的几率 这么简单的一道题 非搞得更绕口令似的 坐 坐 这很简单嘛 小白狗的父母就两种组合 对吧 颜色相同和颜色不同的 所以答案就是二分之一喽 好 你到底在胡扯些什么呀你 你看啊 你要先设 公狗零点六的几率为黑色 零点四的几率为白色 母狗零点三的几率为黑色 零点七的几率为白色 你有没有再认真听啊 来 你把这个试字写一下 我真想把陈老板保出来 我宁愿被全王猛虎做得满地找牙 也不想让自己的脑袋开花呀 哥 我发誓数学真的没有那么难学 我们今天就一起先把概率学好啊 快 来了啊 乖乖乖乖 我学会的几率就是零 我对学习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你只有学习才能考上大学呀 就算那个陈老板回来了 你还能在擂台上打一辈子拳 你到了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你还在挨揍啊 所以你快点啊 乖了 乖了 乖乖拿起笔写作业 我在这儿陪你嘛 乖了啊 小慧啊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儿子跟我练了十年 打成半死 才撂倒一个全王猛虎 他应该记熟的是你的阴光 如果子凤真不是赌输的料 我是不是应该听李鹤的建议 得给孩子找到新的出路 哎呦 爸 做饭呢 晓风啊 正好 爸爸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走 昨天晚上 我真是没睡好 四前想后绝的这些年 真是对不住你和自宅 要不是他身体不好 你想方设法筹缩医药费 也不至于耽误学业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 你也不是个读书的料 但是拳击 不能作为一生的职业 你是时候学门手艺 掌握一项遗迹之长了 哪怕是想 把我这几年苦心钻研的 独门秘技传授给你 老爸 你还有独门秘籍呢 想那年为了练习手腕的灵活度 我是没少吃苦啊 这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行当 只要你体会了其中的乐趣 就是让你放弃 恐怕你也不愿意撒手啊 考虑一下 想不想白老爸为师啊 只要能把那些课本 当柴灰样烧掉 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 好 跟我来 来 小枫 你来试试 来啊 我 你这是 你不是没权打吗 让你读书给杀了你 你就好好地给我学烹饪 我想把这几年我掌握的各种特色菜谱 蜜汁调料刀工火候 我全都亲囊享受 你把大勺炼好了 这辈子就有安稳饭吃了 哎呦 爸 这烧菜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我这送外卖要迟到了 哎 哎 以后 你送完外卖就回到这儿 炼颠勺 等你出师了 我去跟老板打招呼 爸 我的未来呢 我自己操心就好了 你跟紫辰千万别操心啊 哎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 以后该怎么办呢 喂 哎 兄弟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陈老板那个格斗馆 真让我给顶下来了 哎 晚点我过去找你 咱们见面聊 不要忘了你想要学基建的初衷 吃点核桃补脑 加油 今天晚上是英文课 早前面打了 是英文课 来 来 齐 好 好 Ul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我的人生 要从这一刻开始改变 我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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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谁做主啊 谁叫的外卖 我 我不是来送外卖的 我是来报名入队的 我叫冷子风 我要报名参加镇宇学院的基建队 我很强大 拳王猛虎都不是我对手 喂 这里是基建馆 不是拳击馆 英雄不问出处 大侠不看岁数 昨日我是一个超级拳王 明日的我就是一个基建天才 我看你是傲盛玄远派来捣乱的吧 不是 相信我 我就是你们一直找的基建天才 给我一个计划 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这小才叫车啊 我是认真的 你放下 放下 等等 等等 我真不是夸我自己 我还真有天赋啊 我上次打败那个什么 情深深雨萌萌 这名字我忘了 就是身上有欧元的奖 什么欧元美元 我说你小子脸皮还挺厚啊 你怎么不去研究防探医啊 郭孟天涵告诉你 想进镇宇学院 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参加考试 小心点 下次再闹把你扔出来 你就让我见见小长吧 我 你再敢跟过来 我们可就报警了 听见了吧 走吧 小心点 冷子风冷子风 究竟在哪儿啊 小长 这是二军的测试 冷子风 这不是刚刚在机舰馆的人吗 他刚刚在机舰馆 对啊 我得去找他 不是 校长 我已经把他赶走了 你把他赶走干吗呢 去把他找回来呀 可去呀 你看看 三十万 包含下半年的租金 还有俱乐部所有的东西 细节的问题 等签约的时候 再跟他确认 我啊 就是找你来做个见证人 以后小峰啊 还能继续打拳 兄弟 我这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是我 谢谢啊 我记在这儿了 谢啥 自家兄弟 这是鱼帮水 水帮鱼的事 小峰那可是拳台上 汇走的金字招牌 他的比赛常常爆满 你放心 以后我肯定着情安排他的 比赛日程 绝不让他超负荷 顺便啊 让他有时间 能思考一下以后的出路 请问有人吗 好像中介来了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帮我泡沫茶啊 好 您是 您好 我是奥胜学校的校长 冉少强 少强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好不容易有人跟我提供了线索 说冷子风同学 是你们全管的人 请问 你有他的联络方式吗 是这样的 我们奥胜学院 诚心地想邀请冷子风同学 加入我们学校的基建队 我们愿意提供 全额的奖学金给冷子风 我们进去详谈吧 不行 我跟你说啊 子风不可能进奥胜学院 你回去 回去吧 是因为正与学院的关系吗 我们奥胜学院的实力 绝对超过正与学院 如果冷子风同学 选择就读我们学校 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栽培的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子风不可能学基建的 你回去吧 回去 走走走走 走吧走吧 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我们再详谈一下嘛 走吧 没什么好谈的 走走走走走 快走吧 我怎么那么笨呢 怎么就没想到 子风去参加比赛 会碰到赵振宇跟冉绍强呢 没事吧 中介呢 走了 推 推销的 推销的 嗯 嗯 嗯 那个 听起 我提醒你啊 以后 碰到陌生的电话 还有突然上门的门铃 你千万别理他们 不是诈骗子 就是推销的 这帮人特别烦 哼 你放心吧 这种人不找我 人家知道我没钱 喝茶吧 教练 教练 喂 教练 怎么样 找到没 没有 没找到 没有 没找到 你们呢 没 没找到 真是 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教练 这棱子风她到底是谁啊 你问我问我问谁啊 我还想知道她是谁的 算了 算了 快去找 好 好好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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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子風和阳眼就像是什么关系呢 请求你考上伦敦大学 你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这么好 那我不客气了 你什么时候跟妈客气过 真不错 这边这边 好吃 这个好吃 喂 你怎么拿这么多零食啊 我身体不好啊 哎呀我马上出国了 出国我就吃过 知道了 好好好 这这这 这孩子 你刚刚还说不让我吃零食 你现在自己又买起来了 这是给你姐准备的 你也太偏心了吧 我吃就是对身体不好 我姐吃就可以 你又不是不知道 每次你姐练过头的时候 老是不吃东西 总是喂她 这次她回学校 我不给她准备一点 她又要做神仙了 那你这么担心的话 你就直接让我爸命令我姐 每天都必须回家 让你给她大补特补 反正我姐不就是害怕我爸 那学校还有两餐呢 难道让你爸 天天盯着她吃饭啊 哎 幸好二豪留下来了 这些东西啊 我让二豪带到学校去 盯着你姐吃 哎 哎 反正我就一走吧 我姐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啦 哎呦 这丫头 还跟你姐吃醋啊 哎 趁出国钱 你要买什么 嗯 嗯 那 信用卡的额度 全是你的 真的 嗯 哦 哦 哦 好 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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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 我们去楼上雪冰荫 好 哦 哦 那咋好了 开心了 开心 满意 一会儿去吃好吃的 小龙妈 小龙妈 赵一红 果然是你啊 今天我们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你跟人结仇了 我哪有办事跟别人结仇啊 还不是对我姐妹的黑胡 你一看就是 核心肌群和公司都进来没练嘛 看上去没什么长劲啊 妈 你 你能不能跑啊 妈拿百米冠军的时候 你还没投胎呢 永住你别跑 站住 你住以后你就站住 追 站住 站住 我 别跑 站住 快 快 快 進来 金烈 别跑 站住 没你 别跑 狼子凤 真的是你啊 难道还是假的吗 不过我真佩佩你动物本能啊 站住了 总在危急的时候找办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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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仇人怎么那么多 像九三十 割完一茬还有理茬 快开 你干什么呀 我没事吧 真的是吗 干吗这么激动啊 真想我了 不仅我想你 我们全家人都很想你 太夸张了 难道你姐也想我 姐真年轻真漂亮真美 机太强大了 这简直跟你是一个母子客人 是吧 这孩子真会说话 我说的可是实话姐 你嘴跟抹蜜似的 看把我妈给乐的 姐 你后脸 你叫我妈 快点我拿起来 之前朋友我爸散着 起来 还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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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身手不错呀 你是运动员吗 妈 他 他就是我爸 朝思暮想的冷子风 快不得呢 我一看到你啊 就知道不简单 有潜质 有你跟你美女妈妈想 我就够了 菜多一个你爸 我真吃不消啊 你别误会了 是我爸想邀请你加入我们 镇宇学院的基建队 你爸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赵一虹 赵振宇的赵 你爸是赵振宇 是 我老公就是赵振宇 振宇学院的振宇 我柳万花名又一村 难道我的梦展要实现了 你怎么这么粗的吗 疼不疼啊 疼 好疼 特别疼 不过再疼也没关系 我梦展要实现了 要实现了 你说你的基建资历 只有一个月 嗯 嗯 是啊 只练一个月 你是怎么学会 死亡华尔兹的 嗯 我跟杨岩学的 你认识杨岩 是啊 过去这个月 我们天天见面 那 我就是看他 过去比赛的视频学会的 我 不 不 不过我得把话说在前面啊 我看视频确实练了一个月 但是也就 不小心成功了一次 这打败灯耳豪完全是运气 你光看视频就学会了死亡华尔兹 你知道有多少人跟你做过同样的事情 但都没有成功 就算里面有运气成分存在 你也是难得一见的好朋友子 校长 这千里马还需要伯乐呢 我见到您啊 总算明白什么是相见恨晚的意思了 咱俩真是一见如故 一拍即合 比起让奥胜学院多一个人才 不如让你留在我们振雨学院 只要 你能够通过体育特长生的专项测试 以及文化考试 振雨学院会给你全额奖学金 优先录取 希望你未来的表现 不会让我们失望 没问题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这文化考试会不会很难啊 只要你有决心 什么事都做得到 来 今天啊我们家双喜联盟 音音呢拿到了英国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又找到了基建的新星 棱子峰 真的是很开心呢 音音 幸亏你早一步找到棱子峰 我听说奥胜学院晚了一步 跟她失之交臂 幸亏幸亏 我还听说 绍康让奥胜基建队的人 把音音辛辛苦苦做的海报 都改成了奥胜学院 想捡县城的便宜 绍康就是个卑鄙小人 不过人在做天在看 幸好本人给逮到了 阿豪要杀要寡 随便你 子峰要杀要寡 都还不是时候 一个失剑都不会的新手 打赢了冠军 大家会把他当成英雄 但是却欺负一个 连失剑都不会的新手 那是狗熊的行为 所以 我会等他成为 跟我旗鼓相当的对手 再讨回属于我的胜利 说得好 等子峰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未来你要好好信念 我把男子配件队的未来 可全都交到你手上了啊 吃饭吧 二毛 谢谢啊 吃吧 不是 不要开玩笑啊 你考上战影学院了 还给你全额奖学金 我收拾收拾就过来啊 好 儿子 爸 爸 爸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 我先说我先说 王总 这个河头欠完了 款也汇过去了 格斗场是咱们的啦 格斗场是咱们的啦 是咱们的啦 我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棱 棱子峰 只要文化跟体育成绩通过 就能够上振宇学院机检队啦 而且赵振宇亲自告诉他 全个奖学金通通都给他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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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赵振宇找到了子峰 对呀 天啊 王我呀 不是 这这这这 什么时候的事啊 子峰要去振宇学院 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人跟我说过呀 我 子峰跟我跟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呢 你干吗呀 你们闯大祸啦 闯什么大祸啦 这要让你骗其数知道 他肯定饶不了我 这回我死定了 死定了 什 什么死定不死定 死定不死定的 子峰考上正绩学院 不是好事吗 干吗呀 我的意思是说 他应该选傲胜啊 下午傲胜的人找上门来 我本应该替晓峰答应下来的 这傲胜学院 他明明实力就比镇宇强啊 要学也选傲胜 咱们选到死对头那去了 对了 你天祺叔叔怎么说 天 天祺叔叔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啊 对了 对了 是该庆祝 而且得大肆庆祝 你呀 去买点好料再过去 我 我先走了 对了 你别忘了去买啊 这 这 什么跟什么呀 这 有毛病啊 红烧肉来了 来来来来 来 过来过来 快点啊 李叔啊 你怎么喘成这样 你爸还不知道吧 太好了 赶得上 子枫进振宇学院的这个事 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为什么 小点声 因为呢 你爸能变得像今天这么穷困潦倒 完全是因为极箭 怎么可能 我 当年你爸特别沉迷于极箭 是赵振宇的头号粉丝 可是这个赵振宇呢 太让你爸失望了 当时我就跟他说 十读九书 可你爸没办法 当时为了给子晨筹医药费 把全部身家 都压在那赵振宇身上 可结果呢 老本说光了不说 还欠了一批油债 后来啊 那个追债的上门 就弄上了你爸的眼睛 你妈呢 就难过得一病不起了 我说呢 我说爸的眼睛怎么受伤呢 从来不告诉我们 这是黑历史 打死你爸 他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不是真的 我总觉得爸不是那样的人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能骗你们吗 我告诉你们 要不是事关重大 这个秘密我是要带进棺材里的 哎 所以说呢 绝对不能在你爸面前提赵振宇 这三个字就像紧箍咒 时刻提醒着你爸 那段黑暗痛苦无助的时光 李叔 那我这进镇宇学院的事 那也是紧箍咒 可是哥好不容易拿到 镇宇学院的入学资格 太齐了 来来来来来 拿什么拿什么 看你这傻侄子 这不我把格斗馆顶下来了嘛 来开个庆祝会 大家吃饭吧 再不吃就凉了 此人吃吃吃吃这个 不是 场子的事啊 来一个 最起码呀 子风可以专心格斗了 不用总担心有人逼着他 打点拳 干一个 子风啊 可能有段时间打不了拳喽 因为他现在转变道路 学开始 你怎么那么多话 是学习一些新的格斗技巧 你干吗 怨你 比如 跆拳大 节拳大 空手大 少说话 爸 李叔叔建一哥 出国身道 出国 没错 什么 什么呀 这神经病啊你 子风 现在要开始学习 到底是不是出国 去多久啊 爸爸 目前规划是 大概四年 四年 还有这个 出国进修四年 按照我们家的经济条件 这个学费 这个你放心 四年 那是个长期规划 可以以交流学习的方式嘛 之前那个拳王猛虎的经纪人 特别希望小枫 去他们那儿做短期的学术交流 好 不对吧 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对 棱子风 棱子晨 你们两个在这儿装什么呢 你们不说我这样 吃饭 吃饭 怎么能漏话呢 喝酒啊 喝酒啊 什么好消息啊 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也乐呢 端端不准说 我来说 我 我答应你虎得告白了 你 你 你刚才说什么呢 嗯 急之宝了 我去齐曼泽去消了一下 哎呦 这个爸 我去 去一下 各种特地 子晨 你刚才说什么 这小子 给他转到了 来来 喝酒 子晨 那个啊 我没想到 其实你一直 哎 等一下 刚才我在餐桌上说的话 你就都忘了吧 我 为什么呀 我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你 你没有做错什么啊 可是是因为你来得太迟了 太迟了 所以你要听 子晨 你是我男朋友了 不是 你听我说啊 是你爸要让我们保密 什么 我 我爸都知道你有男朋友了 我们刚才还在听我把我说完呢 对对对 我哥 要去镇宇学院的事 千万不能告诉我爸 为什么呀 那就要问你爸了 我肚子好饿 我想回去吃饭了 不是 子晨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呀 难道要来个闪魂 闪离啊 在我脱可而出的同时 我早就想好了退路 就是我要去念一大 我们俩敌不过距离的考验 既然就分手了 你瞧你啊 我瞧你认真的 你 就像是跟我穿同一条裤子 长大的亲哥哥好朋友 我们俩在一起吧 太像乱伦了 他 太像什么了 你 我 我 我 你看 你看 这样 我们俩是不是 也像兄妹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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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去吃饭吧 我哥不是要考镇宇学院吗 所以我要帮他补习文化课 但是他的数据实在太差了 所以你要跟着我一起监督他 考文化课 辛苦你了啊 你学习得挺快嘛 多谢夸奖 来 谢谢 如果冷子风能够进入镇宇基建队的话 那镇宇基建队的未来 岂不是更值得期待了 他是一个新手 你对他的期望也太高了吧 他可是一个使出了死亡华尔兹 打败了你的新手 你好像对他很有希望 很有兴趣 你是喜欢他吗 怎么会呀 我只是欣赏他好吗 我是他的粉丝啊 你什么表情啊 你没看过他的比赛你不知道 他的一招一式 都很像漫画里的动作 他的每一场比赛 都会被安排很厉害的对手 他不是每一次都能赢 但是就算他输了 他也一定会让对手赢得很难看 有他的比赛 我都喜欢到场边去给他加油 我赢了 我赢了 苏宇那天卖洞杯 你是在替他加油 对啊 当时全场都在替你加油 所以我就 你生气了 我就是不喜欢你替别人加油 别那么小气嘛 当时依依一直在替你加油 不是吗 你想啊 我作为粉丝 如果不替自己的偶像 加个油打个气的话 那也太不够意思了 对吧 别生气了 休息够了吧 再来最后一站 怎么样 好 好 好 等一下 你看 你看你看 還說沒生我的氣 都腫了 把那冰袋給我 對不起 我沒有控制好力度 來 我來幫你冰敷 我來辦 你幹嗎那麼緊張啊 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都習慣了 我問你 你現在有喜歡的人嗎 有啊 誰 一個住在東海 夢想成為天下第一劍客的人 他的名字是羅羅諾亞索隆 外國人 就算是吧 這麼晚了早點休息吧 我先上去了 晚安 索隆 外國人 為了通過筆試 我可是把這個原裝進口 全為拆封的腦袋 拿出來好好使用 哥怎麼樣 沒問題吧 做得不錯呀 有進步呀 好 好 然後讓這個啊 來 這個 這個我們也把它做好啊 來 開始 可以不要嗎 不行 休息 來 坐 走 要取劉劉的資料 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糟了 熬了幾天的夜 我的臉好像得急救一下 隨時隨地一片搞定 好 終於 醜媳婦要見公婆 雖然是臨時爆火獎 可是我呀 幫幫我吧 去倫敦的行李 最重要的不是書 當然是 我的面膜啦 給 我跟你說啊 決定運運的時刻 終於到了 請坐 走 小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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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